你自己知道什么罪过 你家是造清白 可惜九族就要没有了 让他们把脖子洗干净等着 我 我没有 我没有说 不知道是谁诬陷我的 是 就算我说了些 那也都是我喝醉了酒 胡说八道的 我乱说的 心没同其他女官 讲你以前的丑事 我听说啊 太孙妃 站住 我话听说 你在这儿干吗呀 我 我不好好干活 我打死你 就知道偷了 你天见的就知道偷了 的丫头 女威风儿 我不管管他们 都不知道成什么样了 自从你昨儿得了这如意啊 这一个个都跟疯了一样 不好好干活了 也不会正经说话了 一天天颠来倒去的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他们成了太孙妃呢 不是昨天晚上 让你请大家吃酒 好好陪陪吗 我陪了呀 我跟他们说 我呀 伺候胡大人出了头 我都没说话 你们怎么一个个的鸡犬升天了 个个都想跟着胡 太孙妃您进宫去 这事 得胡大人您点头 也得问问我 同不同意呀 是吧 这事拟定 刚才豆子 近来也是想说 跟着我去宫里 偏偏太老实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你看 咱们太孙现在就一飞一平 这哪够啊 还有六大印六美人 他们跟进去在跟前伺候着晃来晃去的 万一哪天被灵性了 那还不是祖坟上冒了青烟了 让你说的 他们想巴结 我也不拦着 左右都是姐妹 太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 可就一样 斜的歪的别给我挑 不会说话遇事茅躁的 我也不要了 这事你尽管放心 我都想好了 准备带 月影云歌 新月安歌四个人过去 你这人记性怎么那么好啊 姑表卿 她娘一直惦记着 让我给她谋个好差事 这一会儿正好跟了过去 给咱俩搭把手 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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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妹妹的相貌和品性 都是挺好的 到时候 你可得帮她多说几句好话呀 当然 咱们姐妹何分彼此 太孙要真喜欢她 你可不得了 再往上爬爬 也是有可能的 那就多谢了 咱明儿就签功了 东西我都收好 放箱子里了 要不然晚上 再请大家伙吃个饭 你请过了 我就不用请了 都是姐妹 又磕头又作医的 还别扭 你去弄点酒来 我们俩一起吃 谨遵一旨 我 我对不起我姑姑 她这么疼我 我却没有听她的话 我知道 宫里边的人 都挺看不起我这一点的 别哭了 没人看不起你 他们说胡尚仪可怜 你得势了 他非但没沾上光 还生了一肚子气呢 你不以前也曾经说过吗 不会跟想当你主子的人交朋友 你还记得吗 妈 我当时是瞎说的 这么久了 你怎么还记得呀 我在宫里这么长时间了 他们什么不知道 可就有一点 你为什么说我不清白 我清不清白 说起来道于你也有干系 太孙妃 家事是假的 你伺候太孙妃 你就清白得了吗 等到那一天我三尺白铃 你呢 你是陪我吊死 还是自己喝一杯毒酒呢 你还去说 说我姑姑怎么把我从汉文府里接出来 你看见了吗 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诽谤亲王 你自己知道什么罪功 你家事到清白 可惜九族就要没有了 让他们把脖子洗干净等着 我 我没有 我没有说 不知道是谁诬陷我的 我 是 就算我说了些 那也都是我喝醉了酒胡说八道的 我说的 我出去跟他们说 那些都是我喝醉了酒胡说的 是我胡说八道的 我求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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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把你吓的 我管你 کر八道的 我给你吗 OSE 你 з workout 你以为要不要关心的 我这样骑呻你 是吗 Wait 你知道我管现在 然后idade的 好像你 我承INT 然后帘兄弟 然后费地 你不得 schem 那好了 不哭了啊 快起来吧 痛痛快快的吧 这一杯喝了 我突然觉得 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好带走的 女官的衣服都穿不了了 那些不值钱的首饰 带过去也没得让人笑话 你收拾了这么多东西 都是没有用的 说得也是啊 不过我总要穿的 还有我妹妹的衣服和首饰 你表妹 想发结个美人还是答应 志向也太小了吧 把我挤下去 直接做太孙妃得了 反正你知道我这么多事情 别的可以挟制我 这算盘打得真好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人都是会变的 你说了这么多话 不算不行 我早就警告过你 千万别咱俩的交情不到头 你的命就到头了 你看 都被我说中了吧 我让你回来 我说中文字幕 你回来